法國總統歐蘭德即將抵達 吉內亞進行訪問 成為第一個前往西非國家 訪問的西方領導人 法國之前承諾出資1億歐元 幫助吉內亞建立了數個救治中心 澳洲布里斯本遭受29年 最強烈的風暴吹息 部分地區更落下 如高爾夫球般大的冰雹 造成12人受傷 近7萬戶家庭無電力供應 路空交通嚴重受損 當局派出大批軍人協助清理入眠 國際能源署IEA警告 伊斯蘭組織讓國際不敢投資於石油生產 不斷上升的衝突 危及到未來的石油產量 將可能會導致油價上升 25歲的澳洲板球隊員 休斯25號在代表南澳隊 參加生計比賽時遭球擊中 休斯當時戴著頭罩 但球擊中頭骨下方 被球擊中後 休斯最後臉朝下倒閉昏迷不省送醫 並於27號在醫院去世 新城電視整理報導 民間 維持中